2019年6月13日,发生了轰动世界的两艘邮轮的爆炸事件。 当时,一艘弦炎天牛星号邮轮和国华勇气号邮轮,先后在伊朗附近海域,发生了爆炸并起火。 当天就有不少媒体,宣称发生了袭击事件,而且还指出是鱼雷攻击。 在2019年6月14日,美国海军公布了一段视讯画面。 美军指出是伊朗策划了这次的袭击事件。 当时,国华勇气号邮轮,在早上7点左右发生了爆炸。 下午4点左右,有伊朗海军的快艇,接近了这艘邮轮,并且拆除了未爆炸的水雷。 除了美国中央司令部,和美国海军向伊朗发难之外,美国国务卿也把邮轮爆炸的矛头,指向了伊朗。 伊朗外交部长对美国的指控予以了反驳。 在这次的阿曼湾邮轮爆炸中,两艘邮轮上的船员,都被附近改来的船只所救起。 事后国华勇气号上的出船员,返回了船只,开始安排船只前往附近的港口。 在6月13日发生的爆炸事件,引起了世界的关注。 而原因是在于目前美国和伊朗紧张的关系。 美军在中东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集结。 目前有两个海上打击群在中东地区活动。 包括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,和吉萨提山号两栖攻击舰打击群。 在2019年5月12日的时候,已经发生过邮轮遭遇袭击的事件。 当时有四艘邮轮,在阿联酋水域爆炸起火。 沙特和阿联酋的联合调查结果显示,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水下爆破袭击。 而且还把矛头指向了伊朗。 阿联酋水域发生的邮轮,被炸事件中,不仅仅有阿联酋的邮轮,也有其他国家的邮轮。 而伊朗对于这些指控予以了博士。 在地区失误中,沙特和阿联酋是亲密的盟友,与伊朗有助非常大的冲突。 包括在叶门内战中也是如此。 沙特支援哈迪武装。 而伊朗则支援胡塞武装。 面对美军指控伊朗,发动了在2019年6月13日的袭击邮轮的事件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,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,有了另一种说法。 特朗普表示,有意与伊朗进行谈判。 虽然他认为,发生在阿曼湾的两艘邮轮运袭事件与伊朗有关。 与此同时,美国国防部也表示,已经排除了与伊朗开战的可能性。 如此一来,美国在几天之内的态度,有了很大的转变。 原本指责伊朗发动的袭击,可以成为打击伊朗的一个绝好的借口。 但是美国态度的转变,却让人摸不住头脑。 就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实力对比,伊朗明显是处于弱势的地位。 美军在中东地区,有超过5万人的部署。 其中就有24架F-15E攻击鹰战斗轰炸机。 12架F-35A闪电II战斗机,和4架B-52H战略轰炸机。 美军在伊朗周边国家的众多基地,都部署了各种地面和防空武器等。 伊朗的处境是相当的危险。 美国和伊朗的关系,是因为2018年特朗普宣布退出了之前奥巴马政府签署的伊核协议, 并且开始对伊朗实施了新的制裁行动。 如今美国严格禁止伊朗,进行石油的出口。